粉丝留言,我曾和小李在同一家公司里成为竞争对手,我们为争夺项目和客户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,然而,近期我那平静的身心开始起了波澜,我发现自己经常胃部不适,食物仿佛卡在喉咙,难以下咽,原本畅通的消化道也变得频繁便秘,让我倍感痛苦,更让我惊恐的是,我发现舌头颜色暗黑, 失去了那健康的红润,小李健壮便坚决劝我去寻医问诊,来到医院经过一系列详尽的检查,医生诊断我为恶性肿瘤,恶性肿瘤,大家俗称癌症,是一种使人闻风丧胆的疾病,它的迅猛发展和潜在的致命性,时刻牵动着大众的心,癌症并非单一的疾病,而是涵盖多种类型, 发生在人体各个器官和组织的疾病,随住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,癌症发病率逐年攀升,我们需对其早期症状有深入了解并做好健康防范措施, 恶性肿瘤的形成,就如同原本乖巧的细胞在体内发生叛逆,增殖分裂失去控制,形成危害身体的肿块,这些肿瘤细胞能侵蚀周遭组织和器官,并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, 形成所谓的远处转移,当恶性肿瘤现身时,它会露出以下这些症状,体内有恶性肿瘤的人,身体一般会有七个表现, 注意观察,持续疲劳和乏力,癌症相关性疲劳与日常的疲劳有本质的区别,却让人痛苦不堪, 这种疲劳感觉,如同一个省重的石头压在心头,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省重的负担,患者原本充满活力的身体,使其变得疲惫不堪, 癌症引起的持续疲劳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编织的复杂现象,首先,癌细胞的快速繁殖让身体内的能量代谢像一团乱麻, 原本为身体提供能量的燃料占变得紊乱不堪,使得患者的身体消耗的能量不断增加, 另一方面,癌症患者往往与慢性炎症为伴,这些炎症像一个不定时炸弹, 随时可能引发身体的警报,机体抗炎系统的持续激活,大量地消耗住身体的能量, 直到最后耗尽所有的能量,综上癌症相关性疲劳是顽固, 压在癌症患者的身心上,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,因此,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它, 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,以帮助癌症患者减轻痛苦,提高生活质量, 全身臊痒,癌细胞就像是一群不速之客,他们闯入我们的身体后, 会释放出一些炎症因子和臊痒介质,这些不速之客的礼物可并不只是让人身体感到不适, 他们还会刺激我们的皮肤,引起异常的皮肤臊痒症状的出现, 这种臊痒症状就像是皮肤上的异常暴风雨,让患者们感到痛苦难耐, 消瘦,癌细胞的出现犹如体内的黑洞,不断吞噬着正常的细胞,争夺着身体的营养, 随之而来,身体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,犹如逐渐凋零的秋叶,逐渐变得消瘦而脆弱, 排便习惯改变,患上肠癌,患者的排便习惯往往会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, 他们可能会从原先的一天排便一次,突然变为每天数次,甚至达到3.4次之多, 而一些患者在排便时可能会经历令人痛苦的便秘,或者出现带有血迹的排泄物, 这些症状让人不禁想起了一幅幅令人痛心的画面, 但他们却是肠癌患者所经历的真实的痛苦和煎熬, 持续咳嗽,声音嘶哑,吞咽困难,甲状腺癌,食道癌,肺癌等病灶, 一旦侵袭到喉反神经,会如影随形地引发咳嗽, 声音嘶哑,吞咽困难等不良症状, 这些症状初期与感冒颇为相似,往往会误导我们的判断, 然而,一旦病程超过1到2个月, 咽调突然变异,持续咳嗽或弹中带血, 就可能揭示着肿瘤细胞的过度繁衍并已侵袭到口腔, 咽喉,此时我们必须警觉起来, 及时赴医院进行详细检查,以避免病情恶化, 生长硬块或肿块的症状, 在日常生活中,肿瘤的早期预警常常是身体某些部位出现了坚硬, 肿大的物质, 犹如鸽之窝,乳房等处, 它们的质地较为坚硬,难以消散, 当身体出现这些奇特的现象时, 很可能就是肿瘤菌已经悄然而至, 因此,切勿掉以轻心, 及时进行医学检查是明智之举, 声音嘶哑, 出现异常的声音嘶哑表现, 需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咽喉部肿瘤所致, 尤其是伴有吞咽困难, 咳嗽症状更需要警惕, 如何预防癌症? 预防癌症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任务, 因为癌症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, 预防癌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, 包括改善生活习惯, 调整饮食, 增强体育锻炼, 控制体重, 避免吸烟和限制酒精摄入等, 首先, 改善生活习惯是预防癌症的关键, 保持充足的睡眠, 减少压力, 坚持适当的运动和避免久坐不动等, 都是重要的生活习惯者, 歇措时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, 预防肥胖和增强免疫系统, 从而降低患癌症的风险, 其次, 饮食对预防癌症也具有重要影响, 应该避免高热量和高脂肪的食品, 控制糖分和盐的摄入量, 相反, 应该多使用富含纤维,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, 如蔬菜、 水果、 全骨类食物和瘦肉类等, 此外, 一些研究表明, 适量使用坚果和橄榄油, 可以降低患某些癌症的风险, 体育锻炼也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措施之一,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健康的体重, 增强免疫系统和代谢率从而降低患癌症的风险,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有氧运动, 如快走、 跑步、 游泳等, 控制体重也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措施之一, 肥胖已经被证明与多种癌症有关联, 如乳腺癌、 结肠癌和肾癌等, 因此, 保持适当的体重可以降低患这些癌症的风险, 最后要避免吸烟和限制酒精摄入, 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, 而酒精摄入则与口腔癌、 喉癌和肝癌等疾病有关, 通过避免这些不良习惯, 可以降低患这些癌症的风险, 综上所述, 预防癌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, 包括改善生活习惯, 调整饮食, 增强体育锻炼, 控制体重, 避免吸烟和限制酒精摄入等, 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降低患癌症的风险, 而且还有助于维护身体健康和促进整体健康水平。